喂 主持人老師 老師 我那個清澆 那個這一塊地是新種的 那個 新的 這算是新的 土壤新的比較不了解 是不是 我有傳那個照片你看 它那個頭 是化水傷害還是 我肥料跟那個水控制不好的關係 好 好 我要麻煩他試一下 上面就還好 是下面那個豬 對 然後這個採收都三個禮拜 一樣都有那個 你說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等一下 底下的問題 你說你黑膠面是什麼問題 哪一張 哪一張照片 哪一張照片 最小的 最黑膠那張嗎 最黑膠那張是 台東啊 大哥 我聽不到老師的問題 不是 老師 1930年你聽我講 老師說 你說那個黑膠面的問題是 哪一張照片 就那個果實啊 它都微捲區 就像這樣 好像打結 就不會 就是不會 吃紙的這樣下來 這樣 好 哦 老師你聽有 就是 就是會員工 有 我聽有 就只有這個問題嗎 還有其他嗎 因為你有 剛剛有說 那些野種子嗎 經濟咧 經濟是野種子嗎 哪有平靜 呃 這是 同樣兩區 另外一區沒事情 這一區比較黏土 它比較黏土 所以 我不知道 是不是肥料有問題 啊 因為 噴開媒體 我幾乎都有 都有弄了 啊 我現在不知道 為什麼這一區都會這樣情形 它就這樣QQ 就是不會支持下來這樣 我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港平靜嗎 你問我什麼 你是不是都港平靜 對對對 都港平靜 好 好 OK 老師還有疑問嗎 就是我種在那個 我種在核傳地的砂質土 那正常 可是我種在 那個就是平地的 它比較黏土性 它現在是這樣情形 肥料 維良民素 營養管控幾乎都是一樣 可是 它現在出現的問題 就是 就是圖片上 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肥料 我調整有問題 我想請問老師一下 嗯 嗯 差不多從10天 差5天而已 兩區是差5天 只是表現它果條 差很多 嗯 好 那個老師聽得到嗎 聽得到 他聽得到 好好謝謝 謝謝 來老師來 唉 這有時候 不然 會問說 像這種台東 大東 你不要相信什麼荷蘭的 是河南 不是荷蘭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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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的南 不是蘭花的蘭 常常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我是一個公囑 因為呢 全世界 全世界在這種青椒這一類的 這種椒類的這個品種也好 還是這種品類也好 那麼最多的應該就是在中國大陸 好 那麼 而且因為這幾年呢 這個 呃 他種的就是說 各方面都有很多這個發電 當然 呃 我們現在的知道就是說 在全世界在做這個焦類 他們是把這個抗寒的基因轉進去 就是說 呃 用各種的這個方法去雜交 不一樣的瓶頸 比如說 啊去找這個西北 比較耐寒的這個東西 拿來改這個雜交 啊他就比較耐寒 哦 啊我們台灣在種的呢 是比較耐熱的 我們 我們一般種的比較耐熱 所以我們 啊這個瓶頸 真的就是為了台灣的這個 啊 這種 所以我來問你說 啊你這 為什麼叫野種子 然後我們 現在這個講法就是說 有些東西 你如果不是不是知道 不是很特別知道他是 啊哪一家公司的時候 還是說他甚至沒有公司 你如果說有公司 我們就一般通常的 啊不太去講他就是野種子 因為這樣就比較 比較過分 那就是有公司有這個行業 他在做的時候 這個叫做野種子 一些野種子是什麼 就是說 他不知道哪裡來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是哪裡來 他沒有公司 沒有行業 沒有什麼 那麼這種呢 就比較容易 因為這個品種很多 因為 我比較怕就是說 你種的這種 譬如說 既然是同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瓶頸 那大概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這個問題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他的那個捲區 有時候是他的一個 瓶頸的 一種這個特色 就是說 現在大陸在吃的 有一種叫做豬大腸 他那個就是 大腸頭你知道 要嚼嚼 會更明顯 所以你這個 啊 目前給他看起來 他那個應該是 在剛好受粉 那段時間的一個 並說 啊 他差五天 差五天 可能在開花受粉 那段時間 因為 你這樣給他分析起來 絕對 就是說 可以去 去了解到的 就只有受粉 這一部分的這個問題 並說你耍地比較沒有 這個會比較 比較有 這個應該 大概可以從這隻家 那麼 只能從這裡去 去 去判斷 去判斷 就是說 是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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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形 所以 應該 你說 能夠很清楚 他知道是什麼樣的 其實 啊 到目前為止 其實 他現在這樣 沒辦法 很仔細的 可以去推斷 去推斷 啊 是這款的 這個情形 在那裡 這修仙說 知道到 應該是這種的 這個總 那麼 另外一個 就是說 像這種 啊 這個 我會把這個照片 這個 也真的是荷蘭 這 荷蘭有一個專門在做這種 他們 老外對這種交類 他們的研究相當透徹 因為北方 這種東西 他們消息量很多 所以 我們可以問看看 就是說 阿婆阿姆 請教一下 啊 因為我現在想得到的 大概會 他的這種情形 那麼 他通常 但是一般 如果是跟這個營養有關係 在荷蘭都會看到 那 那麼 在荷蘭還是肌骨 這個地方 大概會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 那麼 就很 就很明顯可以去 去 去知道 尤其 像這個青椒 青椒 青椒有一個特色 這個 其實他對這種 噴 譬如說我噴太多 我們很多人說 一直在做這個噴的時候 會 會這個噴中毒 這種 其實很多作物是會的 譬如說 像這個火鍋 譬如說像這個豆子 柑橘 這三項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火鍋 那麼 這個臉豆子 四季豆 臉豆子一種 那麼再來就是這個 甘検類 這對噴都很敏感 他們的敏感是怎樣 缺一點點就出問題 多一點點就中毒 所以在用這個東西 你要小心 那如果是青椒 青椒是算頓感 這種沒什麼感覺 那麼十二火鍋的一個菜 十二火鍋 如果是斬頭菜 譬如說 柯雷菜 柚菜 菜頭 灰菜 菜心 這種的 他們叫做五感 水中 這種小麥 他們五感 這十二火鍋的這個 怎麼叫做五感 就是說你如果是很多 豬肥 到目前為止很少看到 要 就是說只有看他欠的 沒有看他太多 他的抗性很強 他的趋勢就是這樣 所以 他對到一種 大概我們去把它分起來 差不多是這樣 像雞 台東 腸 這種 他對噴 那 就是不能缺 多了也沒什麼太大關係 影響不說很大 所以 你如果是說 比較怕補不夠 如果補不夠 一般通常是沒什麼要緊 那至於說為什麼他會抗起來 通常他的一個 他不是品種的這個特性 譬如說他不是這個 他不是這個品種的一個情形 的時候 因為我們差不多那個時間 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想過頭 熱還是怎樣 有可能 平靜 在某些品種 他就有這種 會有 會有 一種 這個 這個表現 表現出來 就會有一點點 一種 比較不一樣的 這個 這個 所以 可能我們在這家 可以 留好朋友 知道 大概是 這個 總統 所以 那 他 純粹 為這個 營養來看起來 不至於 但是我是覺得說 雖然公差五天 但是他剛好在大火 那盡火的時候 那麼 吐到這個 高溫還是空氣 高溫 尤其他 這個 甜椒 甜椒和 甜椒和這個 番茄都一樣 辣椒就比較 沒那麼明顯 辣椒沒那麼沒 那麼 他這裏底 這個呢 通常就是說 他最重要 那在開火的時間 去營到 太過頭乾燥 太過頭打塞 太過頭打塞 這種的 這個情形 那麼 他掃粉 他剛開始 現雷 那時候 那個火爆的時候 就出問題了 那時候 火還沒燈開 這要燈開的時候 太過頭打塞 那麼就會出問題 所以 這個部分來說 要小心注意 所以 這在這裡 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 了解 所以呢 你如果是說 在這個管理上 那麼 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那個高溫 高溫 高溫所引起的一個 這個情形 這個吉他呢 不然想得對的 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 我先問看看 周一的時候 禮拜二 我們比較尖對這個問題 那麼 來 來 來 這個判斷 判斷看 到底是 什麼 這個 什麼 這個 這個 我也不是特別的 這個明白 所以 這個 是不是這個 天氣的這個管理 這個大概是 我們大概也都看大 這個 到底為什麼 因為 你天氣 比如說太熱 還是說太乾燥 你那個花粉活性 降低的時候 那隻 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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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捏捏 通常那隻那就是不值 那些 他整個 花粉管在生長 發肥的時候就不正常 所以那隻就這樣QQ 會這樣捲捲的 那麼這種就更容易出現這種問題 那麼有的品種 他就對這個溫度特別的敏感 對這個濕度 那麼特別的敏感 就出現到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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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我們 台東亞裡面 台東亞裡面 在栽培 因為這個茄科 他基本上 是不是 因為 比較 鹼性的土壤 所以你說在比較近性的 你的可能不是比較近 你的土是 比較正常的這個土肉 甚至這個 鞍 鞍中毒這個也是有可能 蛋肥比較高 然後 溫度高 所以鞍氣的鞍中毒 也會有這一種 去影響到 但是這都到目前為止都猜測 阿不然都是 都是在猜測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問題 先回答這 那麼禮拜一 我們 跟專家討論過 專家討論過 看他的看法是怎樣 我們這一部 跟他做一下 探討